说到这金汤鱼啊 那这汤怎样做的金黄又香浓 才是关键 这金汤鱼的金汤制作 第一步南瓜切片上锅蒸熟 八杀鱼自然化套后 我们把它改刀成片 切好的鱼肉放入清水中 加入少量的白素 可以使鱼肉更加洁白 同时去除鱼肉表面的粘液 浸泡大概呢 我们只需要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鱼肉中加入盐 胡椒 鸡精 白糖 四分之一的鸡蛋清 加入便粉抓拌均匀 腌制好的鱼肉 加入少许色拉油 采椒切碎 口膜切片 青柠檬切片 采椒加少量清水把它打碎 蒸好的南瓜打碎成泥 锅中留底油 下入葱姜蒜末 海南黄灯笼椒 黄椒碎加入清水南瓜泥 烧开后我们另起锅 锅中留底油 下入切好的蘑菇 蘑菇煎至上色 加入调好的汤底 调入盐 胡椒粉 鸡精 木耳 转小火 逐一下入鱼片 鱼片下锅后 别马上搅动 要让淀粉有一个糊化的过程 这样才能起到上浆的作用 锅开后撇去浮沫 加入切好的柠檬片 这样既可以起到提味 又可以起到提香的效果 再次进入鱼片下锅中留底油 就会起到提香的 再次进入鱼片下锅中留底油